世界日志新有报天天独 亲爱的朋友们好 我是淑婉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南华早报的头版消息 头版消息呢 我们最关注的呢 就是它这一块大大的标题 主要是中美元首呢 互相质疑 在新的一年 稍后也要关注一下 在这次的重点 但同时呢 这张醒目的这个照片呢 也关注到了日本所发生的大地震 在庆祝新年活动当中 却看到了这个天灾 情况也受到许多人的一个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媒体所呈现的一个情况 我们来做国际聚焦 全国有多个地方 全球有多个地方 国家地区都在庆贺 2024年新年的到来 但日本的石川县 发生了7.6级的强震 无米海啸警报 也同时发出 但大家也关注的 因为它附近还是有核电站 大公报这里的标题 就核电站的燃料池水呢 它溢出 但这个部分呢 后来核电站的工作人员 有关人员表示呢 它这个溢出之后呢 都是在封闭的建筑物之内 并没有外泄 同时呢 也对外保证说 它的核电站 目前各方的运营的情况呢 是正常的 与此同时 在这一波大地震当中呢 各方看到各家的媒体 包括外媒也关注到了 那么他们可能呢有注意到不同的一些照片 比如说它还有很多的视频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7.6级强震呢 所带来的一种威胁和影响 但是呢 因为地震在日本的情况 他们也在发展的科技 也就是在手机上头来讲 会有个预先示警 但今天看到联合报 有一篇文章就说 这一次啊 观测到了120公分的海啸 但地震警报想起做什么 说多数的日本人 还是只盯着手机萤幕 他们立刻呢 就做了一个民调调查 发现有很多人呢 他是盯着手机看 那当然有专家表示呢 在发生紧急通讯的时候呢 大家很自然的 就是盯着讯息看 这个是无可厚非哦 但是呢 核心就是还是是一个 危险意识的一个训练 发现了之后 接近两成的人 他知道说瞄了一眼 啊 这个紧急通讯 他眼睛会立刻注意 周遭的环境 有没有让他可以安全避险的地方 所以在这一次的一个 大地震教训 但后面有还有很多的一个 救援跟复员 但同时呢 也再次提醒着我们 对于身处的环境 有怎么样的一个危机 和风险意识 好 这个是中美建交45周年 在今年 那么在中美 元首之间的互制赫信 也非常受到关注 因为我们都说中美关系 在2024年 依旧呢 是全球最重要的一个 大国关系 经济日报的标题 中美建交45周年 习近平与拜登互制赫信 当然在这个部分 我们关注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也再次提到了 在旧金山 两人会晤时 所达成的共识 所以落实 要执行 在这篇的赫信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词汇 对 因为有元首的共识 但接着就是要落实的 这个部分 路透社呢 这里也做了相关的 一个报道 同时呢 两边都一起 为中美关系把动 然后我们会看到 媒体呢 再把他们在庄园 散布的照片呢 就再次也给铺排了起来 当然核心是 中美要管控分歧 要分歧 要管控分歧 负责任的去管理 彼此双边关系的同时 也期许中美关系 朝着健康 稳定 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前进 而中日韩之间 在2023年啊 我们看到 特别在下半年啊 在涉外事务的工作上面 做了多项的工作 因此呢 原本大家非常期待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去年底前 中日韩啊 这个有 这个多年的 这个 因为包括后来 还有疫情的考验 都没有办法做实体峰会 这个中日韩领导人的峰会 有没有可能开得起来 那现在呢 有这么样的消息 首先 是韩国媒体 他自己的消息说 这可能中日韩首脑会议 要到明年两会以后 星报也做了一个标题 认为呢 可能是北京方面的意思 当然 在日本跟韩国的角度跟立场 他们可能有不同的一些 看法跟想法 但是我们看一下 当前的情势 再过十多天啊 1月13号 台湾就要进行了大选 在整个 整个中国议题的关注上 台湾的选举呢 也是一个关注的议题 但是韩国我们看 韩国明年4月 他要举行议会选举 而日本呢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近期他的政治争议很大 民调也已经跌得不能再低了 那同时对于中国内地来讲呢 明年很重要也要开两会 所以有很多的事物呢 大家都非常地繁忙 在中日韩领导人的会面 到底实际上能谈出 什么样的一个成果 所以接续呢 来看看在今年 是可能会不会促成 这样的一个机缘 在中东事物上面 我们继续看 以色列跟哈马斯的 战争动态情况 这个联合早报消息 战争进入新阶段 以色列将从加沙撤出部分军队 纽约时报也做了这样的报道 说呢 他们可能有几个旅啊 要先从加沙撤回去 让他们回家 英国的金融时报呢 也做了这么样的一个相关报道 说呢 内塔尼亚湖 他的战争内阁宣布 他们有一些旅 几个旅啊 他没有这个数字呢 三边都不太一样 说这有些呢 就要让他们先回家 但有些呢 是让他们撤回去以色列之后 重新做训练 整个做一个整装之后 再出发 那这个举动呢 也被视为 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宣战以来 比较大规模的一个 在军兵力啊 人事的调动 但为什么会做这个调动呢 其实背后呢 有很多是人民的呼唤 还有内塔尼亚湖 可能也面对他一个政治的考验 因为还有外部 因为美国呢 虽然一直挺他 但美国的压力很大 主要是因为 加沙的无辜死伤的人数呢 实在是太惊人了 而在红海的这个情况上面 现在也不轻松 在红海的局势 因为野门的 这个野门的胡塞武装 有三艇遭击沉 其实他们派出了四艘船只 三艇被美军击沉 而且有十人 十死 那另外香港领域看到 美军击沉野门胡塞武装艇 他声明是说 对方先开火 在美军所形容的情势里面呢 是说胡塞武装 总共有四支船舰 他去跟这个马斯基 杭州号呢 企图要登上 而且之前还用飞弹做袭击 而在附近的美军 两艘的巡逻舰上的直升机呢 他们收到了马士基 这个商船 这个杭州号的一个求助 做出反应 后来呢 而且美军的声明当中说 是胡塞武装 先对着美军的直升机开火 所以他们还击 当然有三艘被他们击沉 但是有一艘呢 胡塞的这个船只呢 还是做离开 所以这两边呢 这个情势呢 就造成了 现在看到伊朗 伊朗的动作了 因为呢 这事发生之后 说胡塞武装呢 这里有人就立刻到了德黑兰 去开了个会 然后接着联合早报明报呢 还有伊朗的时报都做关注 就是伊朗呢 也有一个军舰 已经通过曼德海峡 进入红海 但我们注意的是 在伊朗方面 对于这一次的军舰部署呢 并没有明确地去说明说 他为何要做这样的部署 但是呢 他们强调这14年来 伊朗军舰本来就在红海附近行动 因为他们要打击海盗 同时也保卫商船 但我们说很多情况呢 是不用说不言而喻 所以接续呢 也要看 从当中还透露出 因为美军不是主了一个护卫舰嘛 这个护航队 叫做这个繁荣守护者行动 本来是20国声援 10国呢 可能表示说啊 也会派军力 但是一算到目前为止 真正就英国派军舰去 可以说呢 可能美军几乎目前啊 在执行上是他们的一个单独行动 那我们要看啊 这个伊朗的军舰 现在已经出现在红海 那么什么可能呢 都有可能发生啊 所以这一波的情势红海呢 那另外也给内塔尼亚胡 伤脑筋的就是司法改革 你看我们刚刚说啊 他为什么要调动这个兵力 是因为呢 他现在啊 这个内塔尼亚胡 面临到以色列 他们央行金融机构呢 急迫的呼唤啊 认为说有很多的钱啊 这个要省一点花 因为他们同时要调整 自己一个利润等等啊 那与此同时 他还面临到司法改革的问题 大家记不记得在以哈战争之前 以色列的司法改革闹得很大 哇 这个全民沸腾 抗议了好多天 甚至有军人反对 因为他是要拿掉最高法院 一项改革权力 因为原本以色列的最高法院呢 对于政府还有部分的官员 他们的决策权力 他是有权可以去撤销的 那内塔的司法改革当中呢 一个争议最大的就是这个部分 但是呢 因为以哈爆发战争之后 这个争议稍稍缓 但是现在呢 以色列的最高法院啊 多票通过认为 那样的司法改革的法律是无效的 所以这件事情呢 也再一次的看到内塔尼亚胡呢 他在无视以色列多数人民的呼唤之后 他自己面临的政治冲击啊 这个困难呢是很大的 接续我们做国际速报 在这个新年看 中朝最高领导人也互制新年贺电 那核心亮点呢 就是定2024为中朝友好年 而且会做很多的活动 与此同时 习近平跟普京呢 也互助新年 因为在百年变局 还有那么剧烈动荡的一个国际形势下 中俄始终健康稳定的发展 那么接续呢 当然也希望持续的是可持续性的 这个健康良好的方向呢 持续前进 金正恩称 美韩如与朝鲜军事对决将彻底歼灭 同时也说啊 这个武装对抗随时发生 那么在联合早报也提到 说要用最强大的手段 要摧毁美韩 那么韩国这个部分呢 就有了新年韩防长 新年致辞就说要将让朝鲜痛感 挑衅即为毁灭 意思就是说 对于朝鲜的情势 因为之前金正恩已经提了 他们认为呢 这不太期待统一 认为呢 因为对于朝鲜来讲 朝鲜半岛的形势是持续呢 且无可控制的一个危机局势 韩国是敌对关系 那韩国这边也是表示说 他们有所准备 以新月说 今年上半年完成构建 韩美延伸威慑机制 封锁朝鲜核岛威胁 一来一往 再看韩国 真的今天读报前最新的快讯 最大的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党首 李在明在釜山遇袭 他去釜山访问 左边啊 被人突然间冲上来 割了一刀 他倒地了之后 当然这个是 当场正现行犯 也被逮捕 那只是动机等等呢 这还在等候调查的信息 两场新年谈话 普京为其士兵感到骄傲 泽林斯基威胁 要对俄罗斯发射 百万架无人机 说跨年夜 俄乌互空对方袭击 首脑致辞 大乡静庭 德国之声 这个部分我们看 哪里大乡静庭 乌克兰方面 泽林斯基我们注意到 我注意到 他没有特别提 到底前线的战况如何 那他只是说呢 要明年2024年 要让俄罗斯的军队 赶到他们的一个怒火 但与此同时 在普京 他的这个演说当中呢 他也没有提到乌克兰 他也没有提到 特别军事行动 他只是呢 去赞许这些俄罗斯士兵 把他们说呢 是俄罗斯的英雄 同时也认为 他们说不可退缩 但我们还要注意 泽林斯基的谈话当中呢 提到他们的飞行官 已经准备好 要开F-16 接下来我们确实是在看 F-16呢 原屋的这个架数跟状况 但是如果F-16 未能让乌克兰 在战场上发挥影响力 那么他们俄乌之间的情况 是个对峙 甚至是局部胶着的情况 很可能还会继续延续了一整年 这个数字来看 观察者 布隆布尔新岛日报 美国20年来首超中国 成为韩国最大的一个出口国 这个数字 那么韩国对美的交易 在去年一算是首次超东盟 这个情况呢 就是让我们看到 因为这个在美国 另外希望拉盟友 自己再去减低供应链 对中国期待之后 这个一个走势吧 滑油 美国石油产量任内地新高 拜登必谈 为什么必谈 因为他要推清洁能源 还要办气候峰会 认为这个有责任担当的大国 所以这一点有点尴尬 这个昨天呢 我们做了一个快讯 但今天看到 中文媒体的版面呢 变得比较大更多 因为主要呢 是丹麦女皇 说他宣布退位 这个我突然想 因为在咱们中国的历史的 一个经历里面 这个其实也有点像是 他善让善位 他自己先宣布 说交棒他的长子 飞特列 因为他毕竟是欧洲 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君王 而且他之前曾经访华 那访华之后呢 他觉得中国整个发展的经验 让他觉得非常美好 那核心呢 是大家会觉得 为什么媒体 为什么会觉得有这个突然呢 但其实去年 稍早有一个消息 说他这个长子飞特列 大家对王室的这个生活 都比较八卦 说飞特列呢 其实被人家捕捉到 他跟一个墨西哥离婚的名媛 其实是个墨西哥女演员 他们两人同游 可能还过了一夜 哇 这件事情之后呢 然后看到丹麦女皇 做了这样的决定 所以有皇室分析人士说 女皇呢 可能希望挽救婚姻 让这个儿子定心一点 当然飞特列呢 跟他现在原本的 这个玛丽的王后呢 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童话世界 就是一个童话故事 所以大家很难想象 这么美好的婚姻 竟然会出现了第三者 男人啊 好嘞 这个接续看 新冠肺炎特效药 对 这个今天金融时报头版 他说因为这个 在COVID期间 治疗的特效药 因为欧洲呢 严格限定 到底谁能用 谁不能用 因为太严格规定了 但很多特效药 根本用不上 算了一下 吓一跳 这可能要浪费到 21美元之多呢 2024年 很多人一定希望呢 自己今年的荷包呢 可以比去年表现得更漂亮 中国的PMI指数 其实有很多个PMI 今天我们看到 信报经济日报 跟华盛顿邮报呢 关注有关是 比如说像工业方面的利润啊 还有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这些数字 今日日报一篇思考呢 提到跨年指数 PMI带来的经济启示 因为在刚过的这个 跨新年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呢 可能是庆祝活动比较多 但是呢 却反而是在这个时候 庆祝活动落幕之后 有些数据呢 也会带来一些启示和思考 其实呢 在工业制造部分 或是采购经理人指数 在国家统计局的发布当中呢 也看到了数字 那主要在需求疲软的项目上 2024年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重点 努力的一个方向 但是在非制造业的PMI 中国的数字呢 是呈现是扩张的 各方面有很多的向好 核心是2024年 其实全球经济都在复苏当中 但中国的整体面呢 都已经基本稳定 接续呢 2024年的各项展望 再看房地产市场的部分 房地产的利率 今天的消息呢 是经济日报 说内地减房贷息 贷款报价利率要续降 联合报呢 就台湾的媒体也注意到 有关于内地的房贷利率 因为房贷利率降低之后呢 其实包括大家买房的意愿 还有在选择的项目上 它肯定呢 当然是有一个刺激的作用 因为我们先看这一波的数字 有关于内地300层住宅地的 成交面积的问题 信报跟新岛日报 也注意到它的销售额 还有这个楼价整体 这么多年来的看的情况 但核心是什么呢 他说现在呢 不是说民众 但买不起是一个概念 但是有很多人 他对于房市 他不是买不起 而是呢 他们更理性了 更理性呢 更冷静 更淡定 他会去比较一些性价比 那和现在呢 来看取地 所以他当中呢 其实更多的去呼唤房地产 房地产业呢 取地 比如说城市 核心啊 核心城市 你取地呢 这压力比较大 如果高价标得了地 土地的话 那你建造的利润呢 可能就会压低 所以核心在2024年呢 也提醒房企 在发展上面 你必须要稳定可受 这个安全可受出 来做一个很好的 一个基本面的一个考量 所以呢 整个筑顶 2024年 包括有关的部门 是一个筑底 筑底的一个方向 跟发展的方向 然后再看人员的流动 因为实在是太旺了 虽然这个是民生话题上 我们得看 新报 民报 新岛日报 港媒做了大幅关注 因为香港这次的维港烟花 是历来最大规模 有很多的内地的朋友 来港赏烟花 离近苦后5小时 新岛日报 说离开的时候 凌晨既然没有车搭 内地车滞留 好像像走难一样 另外呢 就是注意到呢 超负荷 交通上的一个超负荷 所以港府这里呢 做跨部门检讨 因为大家离开的时候 你要去口岸 你会发觉 很多接驳巴士不够 那大家呢 很多地方没得等 他甚至要徒步走到口岸 所以今天呢 大家也自我反省 希望呢 可以把这个部分做得更好 像新信报的社论 就说内地旅客滞留 车站折射背后的深层问题 它这里的深层问题 主要是提到 有关于近期 人员移出移入的 这整个情况 另外经济日报说 滞留的一个启示 这个也注意到说 现在有很多的朋友 来香港玩 它是一日游 它就是当天来 当天走 所以你这个情况的交通 要先未雨绸缪 信报呢 这里说 海陆空感客的启示 当然不是真感客呢 希望旅客留在这里 都巴不得 都非常渴望 多留下来 但这里呢 主要是看到一个企业的投资 所以核心是什么呢 核心是说企业的投资 因为他说香港 现在有很多投资 未雨绸缪 比如说你为旅游业的心态 都在台下顶 就可能先看一下 怎么样再做 但是有许多是要长期部件的 所以认为呢 这个部分是 给一些投资业者 希望在这边做努力 也希望港府呢 可以带动商界 有更多的一个信心的盼望 这个蓝图让他们做准 但我看哦 在重大节日 这个口岸通关延长时间 是个快速有效的方式 但是我们看中长期来看 因为现在都是 大湾区一体化了 所以呢 这个延长通关的时间 还有交通 做超前的部署呢 其实是有必要的 那台湾的这个争议上面 因为赖清德 在之前的一个辩论会上 他提到了嘛 他的这个部分呢 因为他引起了 巨大的一个台度争议 说这个美方人呢 可能也对他的一些思考呢 是有些意见的 比如说 现在蔡补救 出手补救 学者就说 防依赖论发酵 因为他说 这个赖清德的一个灾难说 恐加深美方的依赖论 这个明报 蔡批九二共识 最大风险 国台办赤害台 趋近战争 蔡英文希望转移焦点 好 转移焦点 他提到了说 九二共识 他觉得跟这个九二共识呢 的相连呢 才是最大的风险 那台湾自己的 这个一些知名的学者就提 他这个逻辑上面 有一点说不通 这个 而且呢 现在选政的呢 是赖清德再选 赖清德要去承受 概括承受很多 你到底是先有机先有 但这个九二共识 是怎么来的 他到底先前的主体 核心的本位是什么 所以认为蔡英文这样一说呢 是逻辑不通 但无论如何 他恐怕没有办法减缓 赖清德所迎来的 引发的一个争议论 我们看民调数字吧 你看啊 因为在副手辩论 这场副手辩论呢 果然 我们注意到 不论是哪一方的言论 媒体的呈现上面 赵少康呢 都常常被拿来做标题 也就是说 在副手的辩论当中 还是他辩论的呢 最为出彩 那同时注意到 萧美琴 这里有学者观察 认为萧美琴呢 没有了英语的论识啊 他的这个 其他的表达能力呢 就没有那么好了 而且呢 他可能在他自己 涉外事务上 娴熟 其他方面呢 也不太懂 那另外呢 就是赵少康说 他辞中广董事长了 称当选不领心 这当然 因为对他们来讲 选上了 是不是当什么的董事长 这些都如浮云啊 比较重要的是这个数字 因为要选了 13号就要选 这民调不能再做了 所以要封关民调 封关民调呢 尤其是ET Today 他这里提到 因为大部分 过去的选举当中 ET他们所做的民调 会被认为还蛮准的 说赖猴只差3.1个百分点 认为这个民调太焦灼 气饱数字曝光 这个是指 这个之前一直未表态的 但现在已经差不多 都表态完了 这个未表态的呢 大概只剩2.4左右 所以呢 可以说这个盘是很清楚 这个选举最后呢 是打得非常的激烈 都在误差范围内 接续我们做中华速报 科技大战 现在呢 是以前在科技领域 很多美商一枝独秀 但现在呢 他们觉得中国 全球最激烈的电动车啦 或者是智慧手机的 这个竞争市场 是在中国 华尔街日报呢 今天就说说这个苹果 可能会被中国的智慧手机 给赶超了 在汽车的领域 关注到的 比如说是小美 小米跟华为 近期的一些发展 他们在汽车领域的 一个涉足 证券时报这里提 说小米汽车掉足胃口 说还要注意到 大家看到 它这个背后产业之间 也有竞争 那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呢 像是一些领头 中国智慧手机的一些领头羊 他们在汽车领域的涉足 但是目前这个部分 比如说以小米来讲 它是只设计 它并没有做产出制造的部分 但是电动车的发展 它需要有这个足够的软件 还有些应用程式呢 也要有一个普及性 所以这个部分 在产业发展上面 它会有它的一个趋势性的 去选择 那从中国智慧手机的 这个跟电动车的结合呢 也再一次让大家看到 中国电动车掌握趋势 做大做强的这个核心 关键 还是看得很清楚的 联合早报下午茶 支付宝变为 无实际控制人意味着什么 其实它这篇文章 主要就提到 去马云化意味着什么 这个这篇其实呢 这个文章啊 这文字蛮多的 但我细看了一下 它有很多方面 其实也是想很多 这个支付宝变为 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意味着呢 就是完全符合 当前实际状态的一个情况 就是无实际控制人嘛 那另外世界日报 星岛日报 是看到这个旅客 这个哈尔滨好嘞 这个南方客元旦 稍忘了哈尔滨 万人勇冰雪事件 他说另外一个 除了资博烧烤之外 另一个奇迹 世界日报 但黑龙将雪箱住宿 一晚一炕 要三千元 价格猛涨啊 游客当然有些心情啊 但有关部门说 这也是市场调节价格 但是我们来看啊 哈尔滨这次呢 被认为做得很好 因为那么冷的天气 但是在路上呢 他们都会临时 有一些小暖房 来做服务大家 所以对旅游列来讲呢 就是要尽量了解 旅客们的心情 在想什么 这个香港林医 跟明报今天看到 武汉的雕塑 不一样了 来看到这一张 2017年刚建成的时候 是一家三口 甜甜蜜蜜 幸福未来 现在呢 变了一家五五口了 所以呢 这有专家呢 就提到说 这个可能或是 宣传三孩政策 而且同时也提醒 因为在鼓励生育之后呢 其实各方面的一些 宣传响应的 也会做一些 相应的调整的 这个也是挺合理的 区议员宣示 这是香港啊 那李家超就嘱咐 兼国安二十三条重责 星岛日报 明报今天都做了一个关注 还要做好上情下达 下情上报 是的 我们就说 这区议员呢 的选举原版落幕之后 核心就是 他们的这些作为 能不能让人民有感 做好民生各项的服务 还有在香港金融发展上啊 这个非常受区块链来关注啊 这主要就是香港的证券 及期货监察委员会 他们做一个宣布 可能会来提供 这个现货比特币ETF ETF呢 这个简单理解啊 就是一种指数股票型的基金 就大家呢 可能在未来的金融发展 这一块步调上面 也不掉下来 但我们也关注方向 这个简单理解采